凭什么打我呀 我在你们家为奴为婢的 那个事情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再说了你跟我妈是什么态度了 我对你妈妈态度还不好吗 我以前也是把她当婆婆一样的孝敬 但是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生病了 在床上躺着 你妈妈一拔就把我的被子掀了 把我叫起来 一定要我做了饭再去睡 那个只是个误会 再说了我妈妈她们 就是有点什么小病的 她们也没有什么 还是跟正常一样的了 再说了我辣椒 我辣椒 干嘛不干呢 俗话说的好啊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虽说这世界的男子 并非都是这副德行 可无法否认的是 有些渣男就是用这 来哄骗无知少女 嘴里说着海誓山盟 心里却嘲笑女人的啥 视频开头的这个妹子小婷 就遇到了这种渣男 在渣男小勇 扛一炮弹的怂恿下 她选择跟父母决裂 那是连正都没领 酒席也没办 就稀里糊涂的 住进小永家 父母当时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俩大概在一起半年以后 商量订婚 商量订婚的时候 他们家说给八万块钱的彩礼 但是到真正订婚的那一天 就成了一万八千八 当时我爸妈就说 他们家这么小气 你以后会幸福吗 他说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现在真的是很后悔 没有听我爸妈的话 小婷称 她当时刚进小永家时 婆婆还对她特别关怀 可她后面 态度却纪五十度大转弯 以教她学家务当借口 把家务活全拖在她身上 这就还是吃力不讨好的那种 明明她在家里任劳任怨 可婆婆却在亲朋好友面前 拜她的名声 都说我不懂事 因为我们那里的习俗 她就是这样子的了 说到这儿 小婷就更来气了 说这小永那边有很多奇葩的习俗 这其中有一条 就是媳妇手里不能管钱 挣的钱要全交给丈夫保管 她当初也是脑子简单冲长江 想着要入乡随俗 二话没说就把那一万八的彩礼钱 以及工资卡全给了小永 可得到的结果就是 婆婆偷偷地把她的彩礼钱给吞了 工资卡上了三万多 也给占了一干二净 全拿去给小永的表弟盖房 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也没有问过我 愿不愿意把这个钱借给他 就直接拿过去了 那我不是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吗 然后那个钱的话 那借过去他又不是不会烦 那当初为什么我要用这钱 去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 你就不愿意呢 那二手车没必要买了 我不是答应给你买一辆新车吗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紧坏得很 小婷接着吐槽道 自从他把工资卡上交后 那是一亿分钱都不叫他花 就比方说 他有一阵子脸发干 想买护肤品保养一下 然后这小永就不愿意 就他这张脸凭啥嫩娇贵 十块以后的卢桂椒是不好使还是咋 非得花那冤枉钱 本来就是啊 我妈妈她们也就用十多块钱的 两百多块钱的 那不是浪贵吗 这里头最让小婷感到无语的 就是有一回 她跟同事出门逛街 半道上饿了就买了个小蛋糕 填饱肚子 她当时还特意留了一些 带回去给小永一家人吃 可婆婆见词 非但没有感动 反而披头盖脸 骂了她整整一个月 嗨在亲朋好友面前 大肆宣传她的罪行 说她浪费败家 居然花十几块 买这么屁大点的蛋糕 后来为了防止她乱花钱 就限制了她的出行 不许她再出去跟朋友聚会逛街 我看这些事 应该是一年多生活 长期积累的 现在让你下定决心 说我不跟她过了 叫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们家表弟盖房子 从我这把工资卡 拿了三万多块钱 我就跑过去跟他爸妈理论 要把这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他结果一耳光就打过来了 凭什么打我 我在你们家为奴为币的 这后来就变成开头那样 妈宝男小永觉得 孝顺公婆 操持家务本就是 当儿媳的职责所在 而她之所以打小婷 还不是因为小婷武力公婆 对她妈妈出言不逊 她这才一时冲动罢了 再说了 她后面不也道过歉了吗 再说了 我拉姐 我拉姐 你干嘛不干呢 每次我累的时候 想让她叫 她过来帮点忙 她妈妈马上就把她叫过去了 她说我儿子很宝贝的 这不能干 那个不能干 我也是人家的宝贝女儿 凭什么就让我干呢 发死了 小婷吐槽道 她现在就跟个倒贴钱的保姆 不仅要给小永一家洗衣做饭 还要挣钱养活他们一家老小 小永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说是要结识一些大老板 去创业挣大钱 可实际上就是拿着钱 跟那些狐朋狗友出去嗨闹喝酒 回回都是喝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当初也没少因为这事跟小永吵架 可她没有一次吵赢的 小永嫌她见识短 婆婆也护着儿子 骂她多管闲事 小婷称她当初真是瞎了眼 才信了这渣男的鬼话 觉得小永人品好 值得嫁 不然也不会过这种日子 比庸人还卑贱的日子 也多谢小永的那一巴掌 才让她彻底清醒过来 我现在不想别的 我就想把那三万多块钱拿回来 我真的是不想过了 台上的好几个陪审见词 都纷纷劝告小永 要是还想挽回小婷的心 就得搬出来住脱离妈妈的管控 只要彻底断了奶才有机会复合 图里老师却不这么认为 觉得这俩人压根没有复合的必要 因为他俩从头到脚都不般配 从外貌和气质上来说 不配 从个人能力上来说 你有工作 他没工作 不配 从爱的奉献上来说 你爱他比他爱你要多得多 不配 那你们俩怎么会走到一块呢 是爱行吗 我想不是 我后来想通了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父母 图里老师解释道 这场悲剧之所以会酿成 就是因为小婷的父母 还没有跟小婷沟通好 就试图掐灭这段爱情 这才促使小婷产生了逆反心理 冲动的跑去同居 若是小婷的父母当初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跟小婷分析利弊 事件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样 而小婷也是没脑子 居然被这种又懒惰又无能的 妈宝兰骑在头上耀武扬威 我问你啊 他第一天搬到你家去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感受 反正我这就肯定是高兴 高兴的话你为什么不疼他呢 你说你没有能力结婚 你结了婚 结了婚你不好好过 不干家务活 不出去工作 你就是两个字废物 这后来吧 图雷老师继续劝小婷 千万要分手别心软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个小勇啥也不是 就知道躲在母亲的怀抱里 搞那种窝里横 但凡小勇有一点担当 就会护着媳妇 替媳妇主持公道 可他从开始看到现在 小勇就是个妈宝男 全程护母 这样的老公要了有啥用 还是早点脱身回娘家要紧 而小婷婷到这儿 却犹豫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当初没有听他们的话 我都觉得没念回去 我认错了人 你在父母面前要什么面子 你在他们家里面 都没有要自己的面子 反而到自己父母面前说 我拉不下这脸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女孩 可怜天下父母心 要是小婷的父母知道了 自己的宝贝女儿 这一年来在婆家 受了这么多委屈 怕是心疼死了 故事的最后 小婷在听了这番话后 便毅然决然的 要跟小勇分手 而小勇在挽留巫国后 也表示自己会把 欠小婷的那些钱还回去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